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请问兵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每日一字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么其实呢 这个字呢 就是读鱼的 那么鱼很明显的 它其实是一个木字旁 左右结构的一个字 一共有13个笔画的 那么其实这个鱼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去掉这个木的话呢 只是单边这个鱼的话 还意思就是允许 但是加上了这个木字旁之后 那个同读音 但是呢 里边的这个意思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主要呢 这个鱼呢 是一种树木 可以供给这个建筑 或者制成器具之用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的姓氏呢 也是用这个字的 那一般上这个字呢 如何和其他的这个字 一起配起来使用呢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鱼夹 那鱼夹或者是鱼钱呢 其实就代表了这个鱼术的果实 形状非常圆小 像小铜钱一样 所以它也叫做鱼钱 那第二个就叫做粉鱼 粉鱼呢 就是白鱼的别名 或者是香里的意思 那比如说我可以说 我是秦文斌 秦文斌和我呢 其实是粉鱼来的 那就是说我们两个是香里的意思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个桑鱼 那到底什么是桑鱼呢 那么其实还没看桑鱼之间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粉鱼松秋 那么什么是粉鱼松秋呢 就代表了粉鱼比喻香里 松秋比喻了已故的亲人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怀念故乡 就是悼念亲人的这个意思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有关这个桑鱼或者桑鱼碗井 桑鱼木井 那么意思就是桑树和鱼树 热落时的阳光照在这个桑鱼之间 用戒指盘晚 所以又比喻人的晚年了 比如说一个人年老了之后 他其实就是可以用类似这样的一个成语 来描述他的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吃之东雨收之桑雨 那指的就是呢 虽然已开始有损失 但是最终得到的补偿 后来呢 是指这个事于未晚呢 尚可补救的一个意思来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个鱼木割打 或者是鱼木脑袋 那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坚硬的鱼木棍 比喻呢 就是思想顽固不化 或者是脑子不开窍的人 也有就是形容一些 就是比较固执的人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鱼方之间 鱼方之间呢 比喻的就是鱼术和方术 在一个假小的一个天地当中呢 后来用以比喻浅薄的见解 或者是你可以用这个 跟这个井底之外呢 有一点同意思的啦 那么今天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这个鱼字了 好的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 要谈一些什么 循序渐进识别宝宝的过敏源 宝宝与儿童过敏的案例日益增加 根据马来西亚过敏及免疫学会调查指出 我国每五名儿童或婴儿当中 只有四人可能患上过敏症 几乎百分之六十的过敏症状是在婴幼儿时期出现 过敏症是无法完全治愈的 因此预防剩余治疗 做好宝宝过敏的预防工作非常的重要 正确地了解导致宝宝过敏的原因 才能有效让宝宝远离过敏源 健康成长 那么到底宝宝过敏的原因 与症状有哪些呢 妈妈们怀孕期间的饮食是否会诱发宝宝的过敏体制 日常生活中 家长又该如何找出宝宝食物中的过敏源 今天活力加油站就教您揪出 导致宝宝过敏的元凶 是的 那粉鱼 我想问一下你 那么其实你对这个敏感的这个事情 其实多了解 你有没有曾经就是遇过类似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说敏感的话 就是可能皮肤敏感 可能去到一些某些海边 还是什么的 被虫子咬了一下还是什么的 然后过后就是很痒 然后就红肿不止的那种敏感 但是说到食物敏感的话 我就还好它出了 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时常都会有 真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课题 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对 因为我从小到大 就是时常一两个月就会来敏感一次这样 你绝对是过敏宝宝的 对 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是非常辛苦的 了解 所以我想就是过敏宝宝的话 可能妈妈们照顾也是很辛苦的 我不知道妈妈们对于宝宝的敏感 还有你们对于这个敏感又知多少 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群众 大家的反应如何 发烧羊 红肿 然后哭 闹 可能它会出红疹 就是身体 如果这个症状 然后持久的话 其实他们会有症状的 咳嗽可能应该也会有吧 敏感跟哮喘是一家人的 应该是会有影响的 会有影响啦 我觉得都会耶 就是因为你吃什么 宝宝都会吸收什么 可能就是你吃一些食物 其实反而会提高他们的免疫力 好像老人家他们有说 如果妈妈在化妊期间的时候 喝冷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会影响到婴儿出生的时候 她会有那个呼吸道问题 从肚子开始 其实也是要照顾了 通常一开始的时候 好像手痒痒那些 我们会涂液给它滋润 带去看医生先 然后要查看一下 他们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严重起来 其实我们会带他去看医生 去看医生 其实我觉得过敏的这些事情 其实你很难去讲 你懂吗 因为有时你爸爸在哭 或者他发伤还是什么 其实你不懂 那么在西医的那方面 很多时候都说如果有什么 就算什么反应 类似这样的东西 他都说是过敏 所以过敏这个词是非常广泛的 对 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到底那个过敏原因是什么呢 然后吃了什么会导致过敏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地 来深入了解这个课题 马上请出我们的Aster老师 Aster老师 你好 老师好 我们的专家 真的 那刚刚就是我们有问到我们的家长 对 就是他们说 常见的就是发烧还是怎样 红疹 那一般上是怎样 其实也是这些的 因为在我们的敏感 敏感很多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想到的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是帮我们去把那些 有害的轻胖 我们去抵抗它 但是因为这些有害的物体进去我们身体 然后免疫系统有很过量的 很特别的反应 所以会导致我们身体有很多不同的反应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保护我们 但是因为过分地去保护或者是过分地去反应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 就是它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想说 是说你是说了什么 就会怎样的状况还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看你的身体的体质 所以有些人特别会对食物敏感 但是有些人是不是食物敏感 可能是周围环境的敏感 有些人甚至是花粉的敏感 也不知道的 所以很多人会有不同的反应 所以你一定要去知道 自己的敏感 过敏是什么 然后要知道了解什么是你的过敏源 那我们常见如果是在宝宝的话 可能对于皮肤过敏的话 可能就会起一些红疹 然后麻疹 很痒 然后甚至就是有一些那种红斑 然后烧痒 还会干裂那种的 对 然后它会一层一层地裂出来 那个就是好像领状的那种 对 那个是领状的 有些是湿湿的 有些是出痘这样的 一粒粒的 也是有的 有些你会看到小孩子 一粒粒粒 看像有些宝宝 他们不会说话 但像是他们的那个行动 或者他讲的好像一粒粒 他就是很不舒服 就是因为那个反应出来给他 然后好像有些小孩 他们流口水 这些口水也会导致你的皮肤很敏感 也是其中一个感恩 其实我就是小的时候 我就是会有些时候你会很痒 那首先可能它会先出一颗红点 然后越出越多的时候 就会影响很多 两个都会结合在一起 然后变更大颗的 很恐怖的 那想问一下就是除了皮肤之外 有没有说其他的可能 其他的那个就是可能食物 还是其他的这个敏感 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 对 呼吸敏感 或者是有时候你看到有些小孩子 在气喘着 或者是听到它里面的肺 有一种声音出来 有的那种声音 我们好像 对好像以为它是气喘的那一种 其实它不是因为它有痘痘 它是因为对某些食物敏感 或者是它的空气有那种过敏源 所以它在里面 因为它的呼吸那个气管 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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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转了 所以你会听到它里面有声音 这个我也曾经 本身也是有吃过的 真的 很辛苦 一般上我就是会起红点 然后就是呼吸困难 你真的好像会呼吸不到的 其实蛮危险的 老实说 对 所以有些小孩对那些食物 是立刻知道他吃了过后 他会敏感的话 然后呼吸有问题 就立刻要带他去医院 不然的话有些会导致死亡的 所以这一个过敏 其实不要小看它 它其实可以导致很大的问题出来 老师 如果是消化系统过敏的话 是会怎样的 就好像比如说你肚蟹肚脏 很恶心 又不想吃食物 好像小孩子你喂他 他不想吃那种 有些人要哭 有些小宝宝他们喜欢吃少少 觉得很恶心的那种 就会吐那种感觉 这个也是会导致的 有些会有时候 你的口咽 口肠里面 有一些溃烂 或者是很容易有凹色那种 那时也是可能是因为 有些东西导致这小孩子过敏 那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粘液状腹泻 是不是指的我们俗话的那种叫 这种你看到它拉出来的是粘粘稠稠的 就是粘粘 你看到它有一种粘粘的液体出来 那种就是因为你的身体里面在平出来 就排毒 它其实是帮你排毒 但是你过分地去排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会把你里面去脱 因为我们的肠有一种粘膜的 这些粘膜其实是帮助你去抓住那些有害的物质 但是你每一次给它泄泄泄泄出来的话 这一根粘膜会慢慢地不见 所以你很多时候它保护不到你 为什么过敏呢 就是因为这个粘膜已经没有它的效用了 所以越来越薄 明白 那么老师 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就是神经系统或者脑部也会过敏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肠胃是我们第二个脑 如果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呢 因为我们75%的免疫系统在我们的肠胃 如果肠胃受损了或者是你的肠胃不好 有过敏呢 它会导致我们的脑神经 所以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很好动 有时候睡不好 睡到关于潮 或者是有时候睡得很沉下去 这是因为它对某些食物导致他的脑敏感 所以有时候小孩子 他的那一个什么 他的反应下来呢 有些宝宝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很喜欢吵吵闹闹 有可能是因为他吃错了食物 或者是母弄里面错了 明白 老师 我想问 比如说 你说过敏是因为要排斥它 对不对 那会不会就是说 我就是可能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毒素还是在我身体里面吗 毒素 因为你这些食物呢 它其实是过敏原 这些过敏原 去导致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去反应下来 如果你给它拿走了后 它就没有反应了 所以那些什么症状全部会退下来 所以就是全部毒就排完出来了 给它排出来 你排出来那个过敏原已经不在身体里面 你给它排出来 那些症状全部就会走了 但是你又加回进去的话 它又出来 所以有些人就是 他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他的过敏原 他一直地侵犯我们的身体 是 你就会导致你的身体 就一直下去 就会有过敏的现象 好恐怖 所以有些小孩 他从小到大 看到那时候就慢慢地 他会 因为你大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好了少许 然后它好像不见了 但是它到了某个年龄 它会回来的 明白 像老师刚才有提到 有关这过敏的原因 那一般上是在哪里 食物 空气 过敏有很多个不同的来源 有可能是你的食物 有可能是你的环境 你的宝宝床上的用具 因为可能是有那些满层 或者是它很 玩具有毛的那些 或者是有时候你家里有 有羊那些宠物是有毛毛的 这些也是会导致过敏 好像有些也会对奶粉过敏 对 有些奶粉 因为它的蛋白质比较高 所以有些小孩 小宝宝 他们吃的 他会拉肚子 或者它开始出来了 就是因为它对某一个蛋白质 会很敏感 了解 这样发病的这个时期又是怎样 发病的时期有不同的阶段 如果你好像说是小的话 好像比如说三个月以下的 很多时候是设诊 或者是很多时候会导致 那个小孩皮肤开始肿肿脏脏脏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 就是到三个月到六个月到九个月 这一段时间 你会看到的那个症状又不同了的 它可能是在脚 气喘 这些地方 然后过敏性的鼻炎 一般算在七岁到十五岁以后 对 就是大一点 就是你差不多一年级以上 你会看到气喘开始来了 十五岁这些 所以不同岁数的过敏症状 也会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它不同 因为小孩它是 你看好像宝贝的话 很多时候是喝奶的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从我们的胃那边开始 胃蟹或者是肚子蟹 你会看到这些症状会在六个月以下 就是这些宝贝会出现很多敏感的症状出来 了解 那么比如说有一些就是有关那个过敏的 这个发展的症状 一般上就是这个婴孩这个时期的时候 一般都是会在脸部和头部 你说宝宝和那些比较大的小孩 是 因为宝宝小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从我们这个颗蟹一直上的 这个是 然后很多时候它是在我们的 这边 就是手肘 比较敏感的一些地方 敏感的地方 对小孩来说 对 然后你会看到幼儿时 它多数是在干的 它很干的 小的时候宝宝是湿的 大一点它会干的 但是它在里面 当你是宝宝的时候 你是在外面这边的 还有分别 它有分的 所以不同的年龄它会长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那边皮肤层比较脆弱一点 好 那么你可以来看一下 其实你如何去发现 或者是看一下你宝宝是否生病了 如何判断宝宝是否生病 试睡或无精打采 宝宝日常需要长时间的睡眠 因此父母通常很难意识到 宝宝可能已经生病了 但如果宝宝的睡眠时间变长 而且很难叫醒胃奶 即使醒了也是昏昏欲睡的样子 并且对于视觉的刺激 或者声音没有任何的反应 建议帮宝到诊所或医院检查 注意宝宝是否进食的 比平时还要少 是否有便秘 腹泻或呕吐的迹象 小便是否变得更频繁 而且颜色变黄 对于这些改变 有可能是宝宝受感染或生病 所以不能忽视 注意呼吸变化 如果宝宝呼吸发生变化 出现鼻塞或气喘的声音 这些呼吸上的迹象 有可能是宝宝患上了感冒 注意宝宝是否有呼吸困难 流鼻涕或者是咳嗽的症状 应该尽快带宝就医 异常哭泣 哭闹是宝宝唯一的交流方式 宝宝会通过哭闹 来向父母表达自己的需求 比如想睡觉 肚子饿 需要更换尿布等等 但如果宝宝长时间哭闹 却不能够安抚下来 可能是因为宝宝已经生病了 宝宝不舒服时 通常会异常的哭泣 哭的语气也可能 与平时不一样 宝宝若是出现了异于平常的行为 就应该检查他是否有生病的迹象 欢迎回来 那在这里真的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妈妈们 原来有时候宝宝突然过敏 其实那个情况也是非常危机的 就好像我们这位过敏宝宝一样 他曾经就是因为过敏 然后曾经有到急诊 进医院 那么其实就是不要小看 以为就是小事来的 对 那么其实可能会造成一些生命的危险 对 那如果真的宝宝在过敏的时候 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艾斯老老师 第一件事 如果那个过敏的程度 很严重的话 看医生 找一个专科医生去看 是因为要去定断你其实是什么过敏 因为你如果可以知道你的过敏是什么 你就可以立刻知道 他的纠诊的那个时间 因为越短的时间呢 你可以修复得比较快 如果你拉长他的话 你的修复会越来越慢 老师 我想问一下现有的这些花咽 因为我曾经也做过几种 对 那么其实也是很难去定夺的 有没有一些 其实你可以用血 小孩也可以用他们的手指固定的血出来 然后就放在一个纸张 然后就去到医院 他可以给你知道哪一个食物是敏感的 如果有些他会给你知道你对什么 层有敏感 毛或者是你的环境 对 环境也可以验出来的 就是平时我们去验吗 还是在病发的时候 平时可以找一个医生 对 你可以找一个你的专科医生去 或者普通的家庭医生 告诉他我要去做一个IgE测试 然后IgE测试 他就可以知道你是对什么敏感 如果你是食物敏感的 我会建议你去做IgG测试 因为是不同的 因为IgE测试你的食物吃了过后 三 四天 五天过后 才可以浮出来的那些症状 所以很多妈妈不知道 小孩 宝宝吃了这一个 可能是五天过后才出现的那一个症状 所以这一个测试是很重要 它可以把你整个去测试 就是说你去查哪一个食物有敏感的话 输短了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立刻知道这个食物不可以吃 这个不可以吃 然后给它修补你里面那一个肠末 因为你看它的测试全部出来 你会对每一个食物会有敏感的话 就是代表你里面的肠黏膜 其实是很容易被侵犯 所以你要给它慢慢地修补回 可以的 老师 可是人就是会不会随着这个年龄 对这个敏感的食物有感动 其实如果你小的时候 比如说还没上学的时候 你的敏感是比较严重 去到你上学免疫系统已经好了 你已经可以看到比较少 但是到差不多12岁到18岁这一段时间 他可能会否出来 是因为那个孩子已经开始变化 他的荷尔蒙开始变化 对了 他就可能又回来 有些甚至到你20多岁 30岁 因为他那个时候免疫系统可能开始下降了 他又开始跑回来 所以很多人会说我以前有哮喘 但是到我差不多六七岁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是到后来就是三四十岁的时候 又跑回出来 是因为你的那个系统慢慢地变弱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要去定断你自己 其实对哪一个敏感 然后给它排除它 就不要给它碰到 可是艾斯德老师 我有听说过 就是他们说如果是有喝母奶的宝宝 好像抵抗力会比较好 对 因为里面我们那个母奶里面 它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抗免疫的肢体 所以它可以帮助宝宝的免疫系统提高 当你的免疫系统提高的话 你对那些有害的那些食物或者是过敏源 是特别好的去把它抗掉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 因为你喝母奶 你对其他的那些蛋白质 你已经是很少去接触它 你少接触的话 对你的身体也很好 因为你没有接触它 它就不会有一个反应 但是当你看那些母奶进去身体里面的话 它提高你的免疫系统也更好 因为这边提高 这边没有去抗免它 它就比较强壮 然后比较健康一点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说其他的一些方法呢 对 比如说 是不是不应该吃很多这些添加物的食品 好像小孩子还小 尽量的话不给他吃太多有鱼 或者是有很多侠的那些侠 因为这些是外来的那些蛋白质 然后蛋白质也比较高 所以这些呢 当小孩还是小宝宝还很小的话 不给他吃太多 几岁过后才可以吃 多数你看一岁半 两岁 你才开始给它吃这些 少少地给它吃 你可以给它少少地吃 然后看它有没有反应 如果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的话 你可以继续给它吃 不然的话呢 如果它还很小 然后你很早就给它吃到这些 很高蛋白质的话 它很容易就会开始很多这些症状 有些妈妈呢 有时觉得鱼很好 对小孩很好 就包那些鱼粥啊 其实小孩还没有那个能力去消化到它 所以为什么说母母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六个月过 你可以喂到六个月 如果你本身妈妈有那些敏感的历史的话 你尽量喂你的小孩到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或者你可以再上到十八个月 因为这样你可以保护你的宝宝 如果你说我家庭没有随时 有这些有敏感的历史 你可以喂母母喂到六个月 然后开始给宝宝吃 附加那个鱼粥 开始给它吃粥或者是 但是你开始的时候 就不要给它吃太多蛋白质的食物 明白 那么也有就是说 就是避免在一些干冷的地方做运动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一个很冷的冷气房里面做运动 有些不是只是说宝宝 有些大人他们很喜欢在健身里面很冷大 对 健身就是这样 冷冷的然后去做很强烈的 你的那个症状会跑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是冷和热 忽冷忽热 突然间所以你的身体适应不到 所以其实是其中一个过敏的症状来的 因为我会这样的 真的 然后当然就是要保持健康卫生的环境 妈妈避免使用一些刺激性强的化妆品 对 因为好像比如说宝宝那些用品 尽量太阳好的时候给宝宝 拿出去晒 拿去晒 因为这些可以把它杀菌的 那些层可以给它弄掉 然后有时候你看到那些宝宝的东西 你看到很多层在那边给它消毒 然后这些吸进去 宝宝就很容易有气喘的问题 了解 但如果是在母胎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在怀孕 在母胎的时候如果妈妈本身 已经是有那些敏感的话 是 那个食物不吃 好像你在怀孕 你觉得你吃丹也会有这个问题 你不吃丹 因为丹可以 你吃了过后 它可以从你的胎盘传给你的小孩宝宝 所以宝宝也会敏感了 也会敏感的 所以尽量就不碰它 所以就是比如说好像我是一个敏感宝宝 那其实是我妈妈 可能那个时候去补充就是 可能他自己不知道 可能会有移转 所以他就去做 做完了之后一直过敏 然后我会过敏 所以记得不要去就是触碰一些 过敏的一些食物 怀孕后 后期需要提防 曾使用过的一些过敏的食物 是 避免让孩子通过这个 胎盘 胎盘直接性的这个 间接性的这个过敏 你要记得 因为你要怀宝宝 你不要像我这样 还有些妈妈在母胆的时候 就尽量有什么是很容易 导致自己敏感的 也不给她吃 因为你吃的东西也是宝宝吃的东西 很容易的一个测试是怎么样的 你吃榴莲 你的母胆是榴莲的味道 是的 然后 还有味道的 还有 如果你是很多鱼的话 你的母胆很多鱼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有 对这些食物有敏感的话 尽量不吃它 这应该怎么喂 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前几个月应该怎样 前后几个月又怎样 然后四个月以 就是喂那个母乳的时候 对 喂奶的母乳 好像比如说你喂着的话 你知道蛋不可以吃的话 你不要碰 是 然后你就要看 你要学会怎么样看 那个食物的那个标签 比如说如果给宝宝呢 宝宝就是我前四个月就喂母乳 过后九个月开始可以吃一些 开始吃鱼肉 对 然后吃鱼肉的时候 你就尽量不要给它吃太多蛋白质的 就是给它吃那些 没有那么容易过敏的食物 比如说好像就是这些 四个月前你给它吃纯母乳 到四到六个月 你给它添加这些辅助食品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好像说 你可以坚持到十到十二个月的喂母乳 是很好的 因为那个宝宝的那个免疫系统 会比较强一点 比较稳定 所以因为它消化 你要知道每个小孩的宝宝 它们的那个消化功能还没成熟 明白 还没成熟 就是当它的食物进去的话 它根本分不清这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其实妈妈比较直接性 如果爸爸还好是吧 爸爸还好 但是如果比如说遗传性 遗传专家有讲过 如果你有敏感 你的老婆没有敏感的话 宝宝得的敏感大概是30%罢了 就是三分之一 如果两方面都有的话 你的爸爸的过敏是70% 就比较高一点 这是很高很高 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你们饮食的 是 了解 是的 Esther老师不断地在强调饮食 所以待会儿回来 老师会逐一地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不同的食物它的过敏原由在于哪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多是呢 好这些野菜 今天这个顶部 那些野菜 店饭 是 好 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宝宝常见的一些常见 会导致我们过敏的食物又有哪一些呢 最普通的就是这个奶芝士的食物 就是有牛奶 我不可以的 可是其实我可以 老师 有一个我可以 牛奶我不可以 真的 牛奶不可以 里面有乳糖 所以很多人对酸酸很敏感 但是有些人会对它里面的蛋白质很敏感 所以就是看你哪个 所以它的敏感源 也是不一样的一方面的了解 所以尽量的话可以就牛奶不喝 因为你看起司有个 它们里面的酸酸已经少了很多 所以你对它没有什么大敏感 对 但是有些人喝少少 已经是拉肚子疗了 我喝一点点 我就那一天 你会看到我很辛苦的 我上次索身不会出来 又泻肚子又呕吐 好 那除了牛奶之外呢 刚才也讲过了很多蛋白质的食物 就是它的敏感源 你看鸡蛋也是很高的蛋白质 我有一个同事之前就是不能吃鸡蛋 它吃了之后 它会生一颗一颗小小粒的 然后好像有浓粒这样的 它会泡泡得出来 很可怜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能吃鸡蛋 你很多食物 你就不能吃了 对 因为鸡蛋好多 现在已经很高的东西 现在你去到外面有些是吃饭了的 有些时候鸡蛋会弄到你的嘴唇 全部种种的 是 红红种种的 我会这样 我是坚果类 坚果类 可是Aster老师吃鸡蛋有听过 会腹脏也是过敏的一种吗 也是其中一个过敏 因为蛋白质 你消化不掉 不是脏风 就是脏风 脏风就是很难去消化 好 化身也是 很多人化身 尤其是宝宝 你如果不知道宝宝有没有敏感 给它吃少少 不然的话 就等到它大概十二个月过后 就是一碎过后 你才给它吃少少 看它有没有过敏 它有一种是那毛豆是吗 那个叫做 是不是叫豆瓶 豆瓶啊 是不是那个鸡蛋 或者是那种鸡蛋 对 鸡蛋 鸡蛋也是 因为它是任何一种豆类 它也是会导致过敏的 因为蛋白质高 你看到蛋白质高的食物就是很多 因为蛋白质是一个很难消化的一种物体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 尽量宝宝不要太小的时候 给它吃到这些食物 就吃了 对 你看黄豆 豆腐 黄豆 这些类似的豆奶也是会容易导致的 所以现在很多那些奶粉是用豆的 但是它是用水解的 就是说它的蛋白质已经变得最小 是很容易被消化掉的 现在有些奶粉 奶粉它已经是水解了的 所以它的那个氛围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才可以吸收 容易吸收 宝宝吃了过后就不会拉肚子 了解 然后那个是橘子吗 这个是橘子类 葡萄柚 总之是橘子类的 好像是橙这些类似的 都会敏感 葡萄柚 都会很容易敏感 这些也会吗 为什么 因为它刺激 它刺激你的肠道 所以宝宝小的时候 不给它吃太多橘子 柠檬 那些比较葡萄柚 有些人是每一天都要给它吃一点 是 太酸了 然后每天就在那边敏感 还有在这边 你们没有看到有肉类 如果你是吃肉类的小宝宝 尽量鱼 虾这些 不给它吃太多 不要给它吃 还有那些贝壳的 贝壳类 对了 那些贝壳 蚝蚝 很多包粥会放一点进去的 对 那个也很容易导致敏感的 有些宝宝妈妈很喜欢放什么 那些小小的 因为它说 这个有味道 又有益 里面有很多盖子 盖子什么的 但是不要忘记 这些全部都是会导致 因为蛋白吃高 所以也会导致宝宝很容易敏感 明白 所以很小的孩子 尽量这些不要给它吃 不要吃得很过分 少少给它 就可能等它长大 可能它的免疫系统好一点 对了 还有它的消化系统 好了一点 成熟了 你才给它吃 明白 老师 那个燕麦 小米 这一个就是可以 你可以给它去变化的 就是比如说 你对那些面粉 淀粉的味 那些有敏感的 就是你没有蚝蚝负质的 你可以用小米 小米来代替了 你可以用米也可以 因为米也是很少蚝蚝的 是 现在很多蚝已经蚝蚝蚝了 对 对 所以你可以开始给它 少少地给它吃 也可以 好像这些水果也是 比较不会过敏的 明白 就是苹果 梨 这些 红萝卜 还有菜花 西兰花 这些也是可以 蚝蚝也可以 是 那个西兰花 好像什么都可以 对 我全部可理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很好的食物 但是有一样不好 这个不好是很容易脏风 所以很多人呢 如果你是没有对它有问题的话 你不会觉得脏风 但是胃不好的人 或者消货系统不好的人 因为你是大人 你吃了少少 你会很容易脏风 老师 就这样的话 就不能空腹去吃 很多时候呢 我会给它 蒸熟它 或者是你煮了 你就放少少那个姜 姜片 它可以去风 然后你可以 可以减少你那一个风的制造 如果因为很多人说 比如说好像芝蚝它是应该拿来蒸 那它有一定的营养才不会做 对 它比较保全 这样我可以放姜片在那边蒸吗 你可以 对 我也是这样做 就是你做了小小的话 你放在一个盘 你就放一点蒸 放点姜进去 不然的话你可以磨成姜汁 放上去也可以 当它好的时候 你可以放少少姜油就可以吃了 老师 比如说好像因为有时 我们现在就是爸爸妈妈 可能也很忙在工作 对 一般上准备不到这些原材料做成的食物了 可能就会给一些这些辅助品了 对 那一般上如果有辅助品 我们应该又怎么去喂 你说宝宝吗 对 如果是宝宝的话 你可以比如说苹果 你给它蒸熟它 弄烂它 然后慢慢地给孩子吃 也可以 因为它的纤维很高 蒸熟它 老师 蒸熟它 我是蒸熟 很多人慢慢拿水煮给它煮 其实你把里面的营养给它煮掉了 我很多时候就切了过后 我就给它蒸 蒸了过后 你就打烂它 打烂它 它变成我们叫苹果汁 就好像我们吃那种小小罐的那种 对 那个就是小孩子吃的 你可以用梨 你可以用这些 你可以用番薯也可以 或者是用那个苹果 我们叫苹果 你也可以 你给它切的小小的 然后拿去蒸熟它 打成一个好像果香的 你一揉它就很容易入口 但是你不需要放什么甜的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甜了 所以你给它 你一开始给它吃这些 或者是现在有些宝宝 喜欢吃那些牛油果 给它看一般 给它炒炒它吃 因为它黏黏好像吃那些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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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给它放一点 我觉得这一集 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是在家中的妈妈 今天晚上一定叫你的丈夫 上我们的顿顿来看一下 因为我最身为一个男生 我有吓到苹果也是可以拿来蒸 然后给孩子吃的 我没有想过了 对 这个绝对可以自己做 不用买那些现成的 你知道吗 这些更好 天然 这些你可以天然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控制它 就是不是因为你外面买的 很多时候它有防腐剂 很多宝宝对防腐剂有敏感 还有那些有颜色的酱料 酱料 色素 所以你也是要特别地小心 老师 比如说 好像我现在喂我宝宝 我宝宝还小 我实际不应该就是掺杂 许多不同的种类的食物 对了 就是先一种 因为如果你刚刚开始 给宝宝吃的时候 给它一种 然后三天都是吃一种的 因为很多时候这一种食物 可能三天后才可以 发生那个症状 所以你可以知道 明白 三天前 我原来吃了这个才知道 原来我这个宝宝是因为这个敏感 如果三天过后没有什么敏感的话 第二样开始进去了 你可以烤香苹果 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放这个 放进去 看它有没有敏感 如果它有敏感的话 更多一些 多养活 慢慢的话 你给它吃的分量 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给宝宝吃的时候 是要少慢慢地 一样样地加进去到多 然后要从很细很幼的东西 开始为它吃 吃到粗一点的 好像你宝宝已经吃九个月 你没有可能打到烂烂的 所以有些妈妈就是 只是压它而已 而是给它打烂它 只是压 给它粗一点 因为怎么样的时候 小宝宝吃的时候 它要开始去训练它的口 要去咬 这个是咀嚼的那个功能 所以你慢慢地从幼的变粗 就是这样 然后我刚才看到那个图表 就写到先给这个谷物 然后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 再接下来才是肉鱼 肉鱼 对 因为肉鱼 这些很高蛋白质的 你就尽量地可以 推到尺一点给它吃 骨粮的好像 比如说那些饭 小米粥 这些是不会导致 有身体的过敏反应 这个你可以给它吃先 如果一些食物容易造成一些过敏 比如说花生 黄豆 只要就是最好一岁之后 才给你的宝宝吃了 对了 没错 好 非常感谢Aster老师 待会还会继续地为我们做出一道 非常好的料理 对 抗敏的料理 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待会记得守住我们的火力加油 再来我们下会见 大家好 我是袁俊威 我是Muifid Cotacomunin 的防伸素教练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当被攻击者 从背后熊抱 手是自由的时候 要如何逃脱 这一个防伸素 与用到的部位 会是手部 手镯 膝盖 以及腿部 当被攻击者 从背后熊抱 虽然手是自由的 但是千万要记得 还是要稳住重心 以防被对方拖走 首先将一边的手镯 攻入对方的头部 另外一个手镯 借了足够的距离 将会发挥到最大的杀伤力 在同一个时候 把对方的脖子锁上 然后用力地将你的膝盖 踢入对方的下体 然后在离开的那瞬间 可以用腿部 以一个长的距离 攻击入对方的下体 而顺利地离开 有些观众朋友 也许会觉得 这些防身素 是需要练上一长段的时间 才能够发挥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为大家准备的 会是非常简单 而且能够在熟练中 发挥出真正效率的防身素 希望观众朋友 能够花一些时间 与心机 好好地掌握这些防身素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年轻健康的肌肤 从细胞重整开始 日前 SASA引进了瑞士品牌 Loklin 原肌美术系列 和全效抗 污染美肌液 原肌美术系列 共包括了三款 分别是 优化霜 优化精华 和幻彩眼霜 该系列 拥有高浓度活跃成分 只要早晚洗脸后 适量地涂抹在脸部和颈部 能有效减退皱纹 及提升肌肤弹性 而全效抗污染美肌液 不但为肌肤提供 绝不堵塞毛孔的 全面保护及屏障 更能促进肌肤建立 和抵挡污染的伤害 活动当天 大会还安排了两位 城中名人 与来宾分享使用心得 现场更有专业人士 示范正确的护肤方式 让大家获益不前 回来了 今天S老师会教我们 这个 西葫芦泰式沙拉 对 很多人对面条有敏感 因为里面有蛋 还有固醇 这两个 所以今天我们不用的是面 我们用的是西葫芦 西葫芦英文是Zucchini Zucchini 所以我们就要找的 真的是一个Sperolizer 这个叫Sperolizer 它转出来 Sperolizer 怎么用 Sperolizer 这样 它是从哪里出来了 从这里 对 朋友看到没有 对到吗 你看 转出来的时候 它的成品就会是这样 就变成面条 对 变成面条 很神奇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西葫芦 就取代了我们面条的那个部分 对 可是我们只是吃这样子会饱吗 因为它里面的纤维也是很高的 然后这个是蔬菜 然后这个是蔬菜 所以很多时候它有那个饱足感 了解 然后还有什么蔬菜 今天我有一些不同颜色的 对 有这个黄灯笼椒 对了 还有胡萝卜 胡萝卜 然后有洋葱 洋葱 然后还有的呢 圆区还有这个 这个是泰国的 你们的罗列 对 罗列 我们叫Passil Tai Passil 对 因为它有带着那种味道 很好吃的 对 然后很多人对那些豆有敏感 或者是化身敏感的 我就代替了用那个葵花籽 好 葵花籽很好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它的 来 我们做你的便当好吗 好 来 你看 但是这边已经搅得差不多了 老师 每天吃这个会有问题吗 每天啊 你不咸的吗 不咸腻的话就可以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 可能可以拿来做减份 就是如果不是 对 因为它可以代替你的淀粉 对 对 对瘦身应该要挺有帮助 你也可以好像它吃的那个口感 很像面 好 除了用西葫芦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转的 硬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红萝卜 红萝卜 好像黄瓜可以不可以呢 其实不可以 因为它很多水 你转的时候它的水全部跑出来了 明白了 然后另外一种你可以用那个 也是可以的 好 好 做法怎么样 这个给你 这个也是给你 好的 好了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还有这个是它的酱 因为这个只是它的粉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配料好不好 简单的 这个是有柠檬汁 对 这个是橄榄油吗 这个是油 普通的油就是 OK 普通的油 然后有醋 醋 这个醋 然后有姜绒 蒜末 然后这个是黑胡椒 海盐 对 跟辣椒 还有这是蜜糖 这个是蜜蜂糖 就是给它甜甜酸酸的那个感觉 好的 好 好 好 所以你看我们就把那个 东西搅进去 东西搅进去 加入我们的便当里头 好 可以 然后就放你们要的菜 就这样子加入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的吗 对 很简单的 就很随意 你喜欢什么然后就加进去就可以 好了 然后我可以 对 我可以用这个做 你给我那个碗可以吗 来 我做它的汁 好 这个汁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放这些先 来 我们的油和醋 油和醋先放进去 好的 其实全部一起放都可以 好 大概要多少的分量 全部就是 好像比如说油和醋的话 是一对二 一对二 就是醋你可以 如果你喜欢酸酸甜甜的话 你就放多一点酸酸的 不然的话你就不需要放太酸 然后还有酸酸 好 喜欢吃吗 喜欢 非常喜欢 喜欢的可以放多一点吗 对 好 就像油和醋 酸也很好 你喜欢吗 放多一点 好 不用这么多给你爸爸 用胡椒 让你爸爸不吃辣 好 这应该小区的海盐 一点点 调味 然后这个是它的 蜜糖 蜜糖 好 我放一般的 好 然后你就可以给它 那个味道就是酸酸甜甜 有点辣 对了 对 好像很开胃这样 对 应该很快胃 然后在你们的那一个 可以开始放一点 你们喜欢吃辣椒吗 喜欢 我们什么都喜欢 要 你的洋葱呢 洋葱这里 还有这个 这个要怎么放 直接这样放 这样放多少 没有 还是要切一切 我们拿勺勺 好 好 这也少少过了 每样少少 加下去就很多了 所以然后它的味道就很 这个那你给我 我放进去这个 好 这个不是放在这里 对 我放在这里 这个味道很香 这个香味是从那叶子出来 这个是那个九层塔吧 是吗 对 九层塔 好香 就是类似这样的 如果喜欢酸酸的就放酸酸 很快 这样一个便当就出来了 其实这个在早上做也非常容易 给你的这个宝宝 大概去上学还是去哪里的 非常地简单 可是宝宝喜欢吃吗 应该是可以的 给那些过敏的人 不过敏的人 好像你了 对 所以这两个是我的 对 绝对 你的最佳便当 对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重温一下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个 西葫芦太史沙拉 我先说 是没有事情 也是给亚iler 就是一直在跟着 在家里这边 就是 所有的浅家里 的浅家里 是 那什么 从她的亚人 很厚 有一个 争人的 多辣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 就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你还可以放一点葵花籽 对 这个面条 你看 还可以这样转 我觉得真的太好玩了 你看这就是葵花籽 而且它不断 糟糕了 我要拿起来吃了 好像比如说你的便当 除了有这个芹菜之外 你可以放的是梨或者是苹果 因为这些也是不会导致敏感的 所以你可以吃一点芹菜 或者吃一点蔬果也可以 对 我觉得那个口感是非常好吃 好像面 对 它有些脆脆的面那种 好喜欢 其实用蔬菜可以做成面的那一种 没有想到这个西葫芦做出那个面的感觉 会是这样 然后有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不大喜欢吃这个沙拉 你每天就好像一头羊在那边吃那个叶子 如果你做成这样的话 你会觉得很好吃 我觉得它刚才形容词太可爱 一头羊 你看它全部是青菜这样很怕 对不对 对 可是老师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这样子吃会不会担心我们的营养不均衡 可能就比如说蛋白质的摄取 可能在淀粉那边 你可以加其他的东西进去吧 好像比如说如果你要蛋白质的话 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奶 蛋 其实如果你要蛋白质 你可以用琴娃 也可以做成一个好像泰式的这种 因为它的过敏也是比较低的 是 但是也有人对琴娃有过敏 可是老师 我想问如果类似这样 女孩子会不会觉得是很寒冷 很寒 但是里面有姜还有蒜 还有姜 对 而且还有洋葱 还有洋葱 所以有时候它是给它平衡回 就不是很冷 但是还会给它平衡回它那个气 了解 可是这样子可以适合每天吃吗 我还是建议每天不同的食物 因为营养方面不只是它罢了 你还有其他的 抗敏的 有些很多食物也可以帮助抗敏的 了解 好 非常感谢Aster老师 对 谢谢你 那么你家中 比如说像我类似这样的一个 这个过敏的宝宝 过敏的宝宝的话 你可以做这道非常美味的沙拉 是的 好 想要重玩我们今天的节目 可以到 www.dondondond.com.my 那明天我们的主题就会和大家谈到 如果是突然晕倒 到底是什么问题 还有正确的急救方式有哪些呢 记得守住我们的《明天火力加油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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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麻烦 ств尽 上周都 鼓楼 您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和其他多个小时 一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